所以我們問一下說這是美國無億美元的軍售 這個軍援 那現在主委怎麼看 因為它這個傳出武器好像是赤震飛彈還有拖式飛彈 這些好像都是地面作戰 是美國要台灣打這個城鎮戰嗎 我很坦誠講我對這個沒有很深入的研究 你突然間接到無償的這種援助 你一定會付出不可預計的代價 這代價是什麼我沒辦法回答你們 會是戰爭的代價 我想我們不會那麼笨吧 我們應該有所選擇吧 是不是 那像美國國防部下 國防自主是不是也沒有那麼自主 對美方在線的這種感覺 這個我倒覺得不見得 國防自主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有發揮的空間 我不願意說一點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我從當部長到現在我聽到了 我們都還好嘛 馬上潛艦就要下水了嘛 高校機也做出來了嘛 新一代戰機我們也希望能夠自己來研發 我想這一方面我們不應該會完全受制於他們 請問你怎麼看美方三度提出了炸回台積電的這個說 那是新聞報導的我沒有直接聽說過 所以 他要這樣子不是失去了我們的信心 跟民心 跟民心嗎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留不住 你怎麼知道留不住 不要問這種問題 想問一下 就是美國聯邦眾議院的部分 通過了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就是強調說 美國是反對台灣 反對未經台灣人民統一下 試圖改變台灣地位 長寅是不是 美台關係現在是目前是最好的狀態 你怎麼猜看 我覺得美台關係現在目前是的確很好 因為台灣關係法 以我在美國當武官的時候 他們執行得非常的嚴謹 中間就有一條 就是說 沒有經過我們 這個台灣同胞的同意 不可以改變現狀 這在台灣關係法裡面是有的 所以你怎麼看說 因為這個現在就是總統大選期 那國民黨那邊 他們說開新北上 我願意當選的話 你怎麼看他們的水量出法 這個我都不敢講 但是我卻希望國民黨加油 那主委你怎麼看 你覺得現在房價有降 我不知道 因為那支部長 如果強行您支持 支持啊 因為你通貨膨脹那麼多 軍公教包括那些退伍的人員 尤其是這些可憐的農民躺在床上 他們也應該有多一點 我們想補助好了 這個我是贊成的 那房價會不會覺得 賴清德講這句話有點沒有同理心嗎 我都沒有聽到他所有的政見 因為我自己很忙 因為林友誠他說這個年輕人 不是買不起房是沒有規劃 你覺得我們是買不起還是沒有規劃 有規劃就買得起房 不要讓我談這些事情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他在問什麼啊 退伍 退伍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放他媽的屁 媒體有報導說 就是有 有覺得 會議的部分 他是見諜 對於這樣的消息會覺得很生氣 胡說八道 會覺得他們這樣子的指控 胡說八道 因為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 那個F16的那個政治家要交了 可是那邊美方說好像我們 在招募飛行員上面有點困難 那你做以前什麼飛官 會覺得說要怎麼辦 不要聽美國人 好 聽我們空軍司念談 對 而且那些反則經濟新聞 他自己還提到說 那個國軍中是太多外型的人 像主兵 放他媽的屁 你怎麼看成功打槍打槍打槍 你覺得什麼定義平視 我曾經很大膽的做一個假設 我覺得從日本的媒體的報導 到現在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偶然 都不是巧合 是不是有人在背後策劃 如果軍紀不佳 或者是換散 或者失控的話 我覺得我們花再多的錢 買武器都沒有用 邱部長都被人家在背後 叫他是邱班長 對於下面都是直接領導的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就搞不清楚了 對 這個你是退伍軍人嘛 是的 對不對 那這個 退伍會主要是 農民的服務單位 那基本上你服務都是退伍的軍人 不管退多久了 那對於 當前一連串的軍紀事件 案件 身為退伍軍人 你們又作何感想 有什麼建議嗎 因為你們最有經驗 你們看過最多的軍紀案件 就最近這一點串 你不會覺得很搖頭嗎 委員我想 您在立法院大院會的質詢 我全程都有很用心的在聽 而且我很讚嘆 你講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重點 但是有很多事情 你再管 再照顧 它總是會發生問題 我曾經很大膽的做一個假設 我覺得從日本的媒體的報導 到現在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偶然 都不是巧合 那是怎麼樣 累積 我想 累積是因素之一了 我想還是 是不是有人在背後策劃 所以我跳出來講這個事情 所以我講到 我昨天也質疑一個重點 有沒有被滲透 這個因為我們沒有管這個事情 所以我 那你覺得該怎麼查 有沒有辦法查 你說這個小 這個叫什麼兵 上兵 上兵 他只是單一事件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整體的國軍有沒有被滲透的狀況 報告委員 我自己當過國防部長 我覺得那時候的國軍 包括現在 我也是認為信心滿滿 他們不應該會背反國家 暫時就犧牲生命在所不一切 跟我們一樣的 嗯 那麼 像您問到的 怎麼會發生那麼樣多的事情 你有沒有想到 那個海灘上寫的那些字 對 我們都去過海灘嘛 尤其您當過蛙人 蛙人的訓練 那個風一個浪就把它打掉了 沒有了 嗯 而且還說是要無人機來照射啊 所以有很多令人納悶的地方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樣子 嗯 好 謝謝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們身為退伍軍人啊 我覺得這些事情你們也應該關心啊 在怎麼樣去 不管是島政部隊裡面的這些 觀念啊 管理 軍紀的維護 我是覺得這個 雖然你們退伍了 但是也有一定的責任啊 要對這些事情表達觀念 報委員 我們幾個高階的將領啊 都有定期聚會 嗯 像我跟這個邱部長 不期而遇在每個立法院的院會 是啊 我們在這個行政院院會都會見面 我們都會聊一聊最近的狀況 嗯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關鍵的 如果軍紀不佳 或者是換膳 或者失控的話 我覺得我們花再多的錢 滿武器都沒有用 報委員 你知道 邱部長都被人家在背後叫他是邱班長 嗯 所以我想他一定是管得非常嚴的 嗯 對於下面都是 都是 都是 直接領導的 怎麼會這個樣子我就搞不清楚了